上回说到病台随张芳 跟老道马宗续对手 这老道一看 这小子真玩命啊 嘿 看起来我还不好赢他 赶紧纵身形望外一跳 就跳出七八尺去 望下落地 然后拿脚尖一碾 这说张芳呢 一算自己大冰窗刚要说话 嗯 他一瞧 马宗续为什么跳到的沙土窝里呢 张芳可聪明极了 旁边夏九龄呢 也看见了 夏九龄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呢 这小哥俩可不知道 就在马老道 这灵幼三皇冠的脚门外头 有一大片沙土 这些沙土不是原来的 那都是老道马宗续 有打外边买来的 铺在这罐外头 他有用啊 马宗续有一手绝功 叫足能化尘 他要跟别人动手 打算赢 就必须把对手引到这沙土地上 云贤一碾 一下就能飞出一个大嘎子去 这大嘎子就是沙土 他趴一年抖出一大嘎子沙土去 找对方脸上一抬腿趴 准能打上 所以马宗续想用自己的绝功 他就跳到这沙土地上 哎 小的张芳啊 我打不过你 我这么大岁数 我能拿足能化尘 赢你 所以马宗续纵身出去 掉过脸来 啪 脚里一碾 这沙土袋就打过去了 整打到张芳这大残头脑袋上 这沙土面啊 他虽然在马宗续脚底 能碾成些土嘎子 可是打在张芳的脑袋上 他就变成沙土面了 他又没水 不是祸的泥 刹 这沙土面就下来了 嘿 张芳机梁 心说小贼 老到位 我这还有奔头呢 大残头脑袋 奔头望起 他们一翘 特别大 这奔头 离着他的眼睛 还有一段距离呢 所以沙土面下来呢 就眉眉了张芳的眼睛 这就是张芳的优势了 您别想长得寒沉 长得寒沉 要长得寒沉的用处 马宗续望望一蹦 啪啪啪 一下一个沙土袋 一下一个沙土袋 上中下打着张芳啊 刹那之间沙土飞扬 迷张芳的眼睛 张芳这骂呀 你这个老沙毛 你这家什么工夫 你这家兔子抛杀 这一下可忙活的张芳手忙脚乱 其实呢 马宗续 看在欧阳修的份上 他也不敢把病胎碎 张芳怎么样 要不然呢 他拧出这沙土袋 一下你躲过去 两下躲过去 啪啪啪啪 几十下你躲得过去 他要想要了病胎碎张芳的命 可以说张芳早就死了 这么多沙土袋 我还打不着你呀 只要你迷了眼 你完了 就是马宗续他没下毒手 张芳这条命子保住了 夏九龄可住 勾声含嚷 马宗续 你身为山庭弟子 你竟敢伤天害理 夏九龄刚要往上冲 张芳嘴真快 师哥呀 这个千万别过来 张芳明白 借你马宗续点胆子 你也不敢把我 姓张的怎么样 你只要动我一点油皮 嘿嘿 我师父能把你宰了 师哥呀 夏九龄呀 你可不行 你不是师门的 你要过来可就不行了 马宗续一宝剑 就能把你炸死 扎不死你他拿沙土 瞇你的眼 你没门头 瞇了眼你就死了 所以呢 他高声含嚷 你千万别过来 就在这时候 有打东北大道 往西南方向来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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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俩人 这两个人高念佛号 那么阿弥陀佛 马道友啊 夜间与何人动手 福音仙长马宗续 一纵身 叉 跳出来了 张芳也听见有人说话了 他也纵身行 跳出圈外一看 来了两个大和尚 嘿 都是大个儿 前胸宽臂膀后 虎体雄腰 脸差不多 都是投入卖斗 前边这大和尚 是个红脸摊 后边这大和尚 是青脸摊 都是去青的头皮 明显的露着六块寿介的疤了 两个人肩板上 都扛着一柄九尔八环缠杖 这蝉杖也叫量银方便蝉 张芳一看 这两个和尚满脸的正气 张芳机灵极了 蹭蹭蹭赶紧过来了 二位大师 老没见了 二位大师你好啊 这俩和尚纳闷啊 哪来这么一大奔头 跟我们哥俩逃进会 走在前边的和尚 叫宝阔 人称祥龙罗汉 后边的大和尚 叫宝月 人称俯虎罗汉 咱们前边说过 钦差年耕摇大人 路过青原县 红毛秃头离子马骏行刺 同林同海川 多毕童子夏九龄 大闹风云庄 咱们都提过 青原县境有个庙 叫菩提寺 这两个大和尚 就是菩提寺的方丈 宝阔宝月 不但文武全才 而且还善于下围棋 好啊 下的 所以千里飞来 大爷雷烟 跟宝刀手 邓龙 邓九宫 尝到菩提寺来下棋 当然还有其他的人 可是这四个人呢 遇进一块就下个没完 老妻友了 那么这两位大和尚 怎么上这儿来呢 他们呀 受山西太原府 东南七室礼地 七星山 酸泥寨 寨主邀请 所以离开宝定府 青原县 到山西太原 这座寨呢 寨主 姓段叫段国基 人称 樊首脱天金顶酸泥 二寨主 叫段国柱 人称霹雳 利火 火眼酸泥 这老哥俩 一共有三个儿子 还有一个闺女 大寨主 两儿子 一个叫段士林 人称金粉蝶 一个叫段士贤 人称银粉蝶 二寨主 段国之务呢 有一个儿子 大排行 就排行三了 叫段士宝 人称墨粉蝶 这小哥仨都 娶妻生子了 二寨主啊 还有一个老生的闺女 叫段银娘 人称爱贤女 文武全才 长得特别的准 儿女双前 七下成欢 可是啊 这两位老寨主 不知足 总觉得儿子闺女 这把势 这能耐还应该 再上一层 所以呢 就打算约宝阔宝月 这两位老方丈 到七星山酸泥寨 给儿子闺女 加工练武 还有点重要的事呢 得把这两个老和尚请来 什么重要的事 现在咱们想按下 这笔书不表 宝月宝阔 接到请帖之后 带着亮音方便产 有打庙里出来 直奔山西 这道上啊 没快走 两位老方丈 慢慢走游山玩水 白天热闹 歇着 晚上走着凉回 一边走一边聊 走着走着 今天这老二位 就走到这地方了 发现前面有人动手 老哥俩知道吗 这不是灵友三皇冠吗 三皇冠的冠主 浮云仙长马宗旭 岁数可不小了 按说在庙里 与世无争 他跟谁动手呢 两个老方丈 紧走准走几步 看清楚了 哦 是跟俩小孩动手呢 可是呢 在这关外头 还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四五十岁了 怎么这马宗旭 跟个孩子动手呢 老哥俩没往心里去 以为啊 没什么大事 往前走 高念佛号 那么 阿弥陀佛 马道友啊 天都黑了 跟谁动手呢 张方机灵一看老和尚是好人 赶紧把大兵村一别 跑过来义工到地 二位前辈 您认识我吗 这个老和尚一瞧 你认识我 啊 小施主啊 你年纪轻轻的 你问我认识你吗 孩儿啊 你是谁呀 您叫我生孩儿 您算叫对了 跟您说老方丈 我呀 家主镇江 瓜州张家庄 我爹是风流侠 铁扇仙张鼎 张子美 我呀 叫病太岁张峰 提醒我父子 名誉并不高 可您听我跟您说 我老实可了不得 我这师父啊 祖居在广东龙门县 青泉山 韩丰岛 祥辞 贯 贯主 山青教掌门的 老道长 父姓欧阳 丹子明修 老方丈 弥陀佛 少见客 施敬施敬 你父亲张老侠 就是当代的英豪啊 真是将门出胡子 你的老师了不起 是武林道的前辈 受万人敬仰 少见客 你到此 做什么呢 啊 为什么 跟马道长 动起手来了 嗨 老方丈 您瞧 这姓马的 他是老道 您别瞧这老道啊 位是温柔之貌 那场虎狼之心 您在望他身后的瞧 这那俩 一个是在保定府行刺 刺杀年羹有年钦差大人的国家要犯 外号叫红毛秃头离子 他姓马就马 就 您那条那个 更坏了 镇江府十八条命案呢 他是主兄 姓陈叫陈道长 您听这外号采花雨 是他好得了吗 老方丈 我跟我师哥下九龄 都是镇八方紫边 昆仑下同林同海村的弟子 嘿 下九龄一听 心说你可真会变瞎话 他听着吧 老方丈 我是万岁爷亲风的随行委员 他是官人 我也是官人 我们哥俩拿的是贼 嘿 您说这马老道 这么拿岁数了 他跟我师父面前的第三下事了 他不但不帮着我们拿贼 还要袒护 老方丈 您要是好人 您给帮个忙 您可留审 这老道 他可会兔子刨杀 少见客呀 贫桑 装管人间不平之事 那可太好了 老师父 那可这墙您的呢 宝国一伸手把方便产交给了宝月 然后迈不往前走 走到了马宗旭旁边 双手合十 弥陀佛 马道友 咱们都有菩萨保佑 你晚发围到身在三清 出家人将就无为二字 你我都应当清静无为 这两个人是国家的要饭 马道友啊 你为什么袒护他们呢 这一问 马宗旭可跟张芳不一样 他没理 他找不出来了 没法往外推呀 吴梁佛 宝阔师兄啊 你我风马牛不相及 井水不犯河水 你归一三宝 我晚发围到 咱们可是两码事 至于贫道 为什么要保护这两个人 那跟你没关系 咱们多年的交情 要按我说 可不能抓破了脸啊 你们二位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这儿的事情 你用不着操心 不 道路不平 旁人产 我们两个人 就爱管闲事 人家少见客张芳所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吴梁佛 真的 这马宗旭呀 还真不说瞎话 既然是真的 那你就不应当 袒护坏人呢 他们是国家的药犯 大师父 还是我这句话 您趁早别管 贫僧我非管 无量佛 善哉善哉 高三航 如果你真要管 那么 山人就跟你 建个高地 哈哈哈哈 不是贫僧说大话呀 就你那点能呢 也就是非臣也骂呀 好吧 你使军人也好 不使军人便罢 挺过来 我就空着手 奉陪了 无量佛 马宗旭望前一赶步 左手建决一晃 插 剑走顺风扫白夜 就奔着宝阔大和尚 这脖子来了 大和尚抱扩 缩近藏头 望下一爱身行 左脚在地上 当轴 踹 一个扫堂腿 就奔着 拂云仙长 马宗旭的腰来了 不用二下 就这一脚 把马宗旭 踹出一溜滚 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 张芳乐乐直撩伴 好 大家好 好 这老杂宝 瞎子 你跟李似的打滚呗 再给我滚一个 真好看 嘿 老道气坏了 撑 一个鲤鱼打铁起来了 无量佛 宝阔 你好大的胆子 他望前一根部 脚尖一点地 咳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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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大和尚宝阔望旁边一闪 马宗旭你搬门弄斧吗 就瞧和尚说完话 望瞎一矮身蹲下了 两只手抓沙土 啪一刀腕子 沙土就甩出去了 马宗旭使得绝招足能化沉 他是拿脚 粘起来沙土成袋望出打 对一方的敌手 没想到大和尚宝阔 他会打土标 马宗旭呢 这手功夫呢 只能在沙土上用 要是在山地可就不行了 可是和尚宝阔呀 不光是沙土哪都行 因为他手上应找力的功夫 就是山地 啪他一抓都能抓起一块来 他打你 那沙土窝更好办了 不费劲啊 他两只手抓起来 啪一扬 这沙土团 啪了 五个手指的一叉望瞎一转 两只手啪那么一抖 好家伙 这二位一个用手 一个用脚 尘土荡起来 这沙土飞扬 张芳跟夏九龄都快看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南边的一片树林里 树林子里头走出一个老和尚 这老和尚 岁数太大了 中等的身材双肩暴拢 圆背封腰 身上穿了一件黄僧袍 掐着白护领 记着柔绳 黄中衣 黄云段子 僧鞋 白绫的高腰袜子 讲究 您瞧 这个大和尚 穿着这身黄僧袍 人 抬衣裳 衣裳抬人 黄僧袍显着 那么漂亮 这位老和尚这么大岁数 显得那么潇洒 这个老和尚空着两只手 脖子上挂着一百零八颗素珠 海下一步银人 飘洒在前胸 不散不乱 根根透风 滋润一击 嘿 正光瓦亮的头顶一六三行 九块收见的香疤了 身背后 插着 马尾迎刷 老和尚手里胡须 脉不往前走 老和尚可了不得 是松山少林寺的老方丈 塞达摩元修长老 少林寺啊 谁不知道啊 人人敬仰啊 那么塞达摩元修长老 既然是少林寺的老方丈 他为什么离开松山少林寺呢 上这儿干嘛来了 老和尚 面对此景 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咱们说到了 少林寺的老 下车达摩元修长老 下车达摩元修长老